视频开始前多关注多推荐 多投币多收藏 那友人们我们今天呢 要去我们的邻居家做客 就很巧我的一个老朋友 刚好就是我们的邻居 就住在隔壁洞 然后我们就去他们家做客一下 然后去采访采访他们 他们是在一起六年的一个情侣岛 就很不容易 Let's go 好的我们一到我们的邻居的家啦 我们的向南还有学猫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我是熊猫 然后这个是向南 做我介绍结束 你们在一起已经六年多了 对不对 是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就是 因为我这边就是 接触过很多那种 比如说在一起可能七年八年的群女 说是这么说 但是可能中年有分手过 就之类的 所以你们在一起六年多 就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 还是中间有没有过比较大的 情感的危机或者什么的 来麦克风交给我 我们两个呢 几乎每年都差不多吧 每年都会有一次分手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总是会有一个大事件的出现 我猫火我们前一阵子也闹了一次分手 最近一次闹分手是不错 来开始讲案 他前一阵子去广州玩 然后那天晚上 这前一阵子不就是最近吗 对啊 就是这两天啊 就这两天闹分手 来来吧来吧 来啊 继续聊 就是他去广州有一天 他十二点就跟我说睡觉了 我觉得他很奇怪 就是平时两三点睡觉的人 十二点就睡了 而且他是出去玩 然后那我说那你睡吧 然后那天我在外面出差嘛 第二天他早上八点 爬起来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了个早饭 早茶 但是这会儿已经睡八个小时 我觉得正常人的睡眠已经足够了 十点回来继续睡 睡到下午两点 然后睡到两点就算了 起来跟我聊聊天 突然不回我了 我说哥你是又睡着了吗 哎 又睡到下午四五点 我说这大哥一天睡了将近二十个小时 我说有点不太合适的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说这位老师您干嘛去了 喝酒去了 难讲难讲 就是 没有和朋友喝酒去了 就是但是他呢 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因为他也是有一个有对象的人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是他和其他人喝酒去了 然后叫我也不要说 然后我就也没有说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对象应该是无话不说的一种 一个伴侣 对不对 他就人家不让说 他就真不说 不说的话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因为你知道吗 我巨蝎座比较敏感 然后我就说 哎呀老师 喝酒 还是和我认识的人一起喝酒 真是还不告诉我了 然后他就支支吾吾的又不说 我呢就非常牛啊 哎教大家一个小小小妙招啊 我当时让他打开他的iPhone电池页面 然后看他的充电记录 他从晚上12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 都没有充过电 都在外面喝酒 对 而且最神奇的是 他那个电池还有你用每一个软件的电池 对 然后我就说 哇这个大哥怎么半夜6点 还在上微信 还在怎么样 还有滴滴打车 我说老师说吧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没跟我说 喝酒吗 然后最后打着视频 我就说 你说不说 不说分手 然后就打着视频 然后正好我朋友 关键是我不信他 我不信他 然后我就给我们的朋友 我说你把手机给他 因为人家就不知道发生什么 也没有彩排过 就直接 给我讲时间线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俩聊天是 就我们两个吵架 是属于一个剧本杀模式 开始对时间线 然后逼着人家 把昨天所有的动线 给我说了一遍 然后我大概听了一下 我觉得他不像是编的 然后我就原谅他 但是啊 对我不能有所保留 好 你家小哥叫 他都不乐意 好了老师说 讲完了 所以当时就是你跟他闹分手 因为他骗了一件事 对啊 因为当时我不 他不告诉我他干嘛 我觉得他可能是出去 干嘛干嘛了 mys told 你很感激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想问有没有那种 真的就是 比如说分开了一两天 或者一个月 然后就 有 来来来交给我 老师 那是最长的分手 我们最长一次分手 应该有小半年 也没有小半年 没有 我们重新来 重新来王某 我们两个就是分手 最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三个月左右 但其实说是分手 分手之后不到俩礼拜 又在一块了 然后最后就也没有说和好 然后就自动和好了 就是这六年是比较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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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现在还在这摸合戏 述一是 对 因为那之前是怎么回事 我又要开始讲故事了 就是我们之前去泡汤 在北京泡汤 然后他就是现场认识了个人 加了个那人好友 那人给他拉进泡汤群里 你们给的太足了 然后没有出 zer 因为他多了 还好多问题 没事 你说 没事 方便他剪 这期视频两个小时起 然后他不就进了那个群吗 进完那个群之后就全都是通讯录啊 很烦是不是 四个人好歹都有点悲鸡是吗 然后呢 我就有一天我看到他那个微信页面在那个上面 我说你和他们那帮人聊啥呀 他说他都没有在里面聊过天 然后我说那你加过几个好友 他说我没怎么加过 最后 反正最后一看加了大概三四个人吧 然后我说这就是你没聊过天 然后没加过好友 我说你加了干嘛呀 泡汤 有机会一起泡汤 然后就没了 然后那次我就很不爽 因为我觉得这人绝对有问题 然后我就说跟他分手 然后就分手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后面是怎么好了呢 后面就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好了 那我跟一谈 那你们两个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就是有没有跟家人出柜什么的 已经出柜了 我已经出柜了 你跟家人出柜了 对 也是今年的事 嗯 那你家人支持吗 我家里人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之前的话他他他他当时赖 因为就是当时嗯 我妈很早年前就已经开始给我就是打电话说 喂宝贝你是不是不喜欢女同志啊 直接就这么说 为什么你有露出什么马脚 你家里画彩妆 哈哈哈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和女生谈恋爱干嘛的 然后他就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女同志之类的 然后我就是搪塞过去了嘛 然后今年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就说宝贝啊 妈妈和爸爸在长江边上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不是同志 就怎么样 如果是就直接就这样 哈哈哈 就是这种威胁 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然后我觉得我也我也瞒不下去 我就说是了 嗯 就是 好 而且去年他不是来我家吗 还是前年 嗯 然后 在我家待了大概两个月 然后我 然后我爸就拉着我 就在楼下就是拉着我说 小黄 他 嗯 就就就熊猫 嗯 就是我爸就拉着我在楼下 就是就问我说 你和熊猫是不是 在搞对象吧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搪塞过去了 但是今年就不行了 今年就是我觉得 哎呀就是要不就迈出去这一步吧 然后我就说了 说了之后呢 他们肯定是不接受啊 不接受 然后就是跟我也没有发疯 我妈还挺冷静的 嗯 我妈也经常在抖音上刷 在某音上刷一些就是嗯 同志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在里面买过 他在两个爸爸 然后带一个小孩的那种 就是直播间 然后下单 妈现在变腐女了 哈哈哈 然后然后他就挺嗯 怎么说呢 我妈就是比较的 不像我爸那么传统 嗯 没有讲那种故事 他妈最开始就是说不认我 不许让我再过去了 对 然后我妈 我我妈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说我不想要再见到熊猫 嗯 但是最近他妈已经开始给我碰成点赞了 啊真的 昨天我发的那条你妈还点赞了 而且你妈就是很十分钟内就点赞了 哎说到这个他妈也给我抖音点赞 好那我们下一根问题就在一起六年 有没有什么相处的小技巧 想给大家 你们有吗 你们就天天闹分手的有吗 哈哈 哪有天 没有天天闹分手 就按嫉妒 按嫉妒 闹分手 按年 按年闹分手 你想六年就是闹分手次数也没有那么多次 不是说闹分手可能就是吵架大吵 大吵 对 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就是其实我可以分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两个 每一次就是大吵之后闹分手的时候怎么和好的 我都会问他一句话 嗯 我们如果就止不于此你该怨了 嗯 然后他说不该怨 我说好 不吵了结束 好的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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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我们的向南和熊猫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账号 叫什么 向南有个熊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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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